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讲第四章 摇杆传感器中的扫描成像内的传感器 大部分卫星摇杆传感器 都属于扫描成像内的传感器 相对于摄影成像内的传感器 扫描成像内的传感器 在结构上更加复杂 但具有明显的优势 在卫星摇杆平台使用是非常广泛的 这一类传感器 它主要是依靠探测元件和扫描镜 对目标地物以损失市场为单位 进行组点组航取样 从而获得目标地物的电磁辐射特性信息 形成一定波段的摇杆图像 扫描成像内传感器主要有以下形式 第一是光学机械扫描成像 简称为光机扫描成像 第二是推扫式扫描成像 也称为推走式扫描成像 第三是高光谱成像光谱扫描 我们先通过一个实例来了解光机扫描成像的工作方式 右边的视频展示了欧洲的Centinel 3A 卫星所搭载的海洋与陆地表面温度辐射计 SLSTR可以简称为SNESTER的扫描成像过程 SNESTER的热红外观测部件 就采用的是光机扫描成像 我们再来看一次 它在卫星摇杆平台向前行进的时候 依靠机械传动装置使镜头摆动 镜头摆动的过程中 就对与行进方向的垂直方向的地面 进行逐点扫描 镜头摆动的速度非常快 很快就完成了一行的扫描 卫星同时在不断地向前行进 从而就实现了逐行扫描 就获得了二维的摇杆图像 在前面的知识点中 我们讲到的Nanysize系列卫星 所搭载的多光谱扫描仪MSS 专题制图仪TM 增强型专题制图仪ETM Plus 诺尔卫星搭载的 甚高分辨率辐射剂AVH22 都属于光机扫描传感器 光机扫描传感器 采用不同的扫描探测元件 就可以形成不同波段的摇杆图像 光机扫描的几何特征 取决于它的损失市场角 和总市场角 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张图 光机扫描传感器 在工作的过程中 扫描镜在于损间 可以视为静止状态 此时 传感器所接收到的 电磁波辐射 就限定在一个 很小的角度范围内 那么这个角度呢 就称为损失市场角 英文简称是IFOV 当我们知道了IFOV的值 以及传感器和观测目标之间的距离 根据求胡藏的公式 我们就可以计算得到 摇杆图像大致的空间分辨率 光机扫描传感器 扫描带的地面宽度 称为总市场 我们再来看一下右边这张图 从摇杆平台到地面扫描的外侧 所构成的夹角呢 我们称为总市场角 缩写是IFOV 知道了IFOV和横高的值 就可以计算得到总市场的大小 也就是摇杆图像 在垂直于行进方向的浮宽 传感器的损失市场角 和总市场角是固定的 因此航高越大 摇杆图像的空间分辨率越低 总市场越大 从光机扫描传感器的成像过程 可以知道 这一类传感器在非常短的时间 完成了一行的扫描 因此每条扫描线 均有一个投影中心 所得到的摇杆图像 是多中心投影图像 我们结合在上一个知识点中 学习的中心投影的特点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垂直于行进方向上 越到摇杆图像边缘的地雾 它的变形是越大的 那么相反 越靠近图像中心 变形越小 光机扫描传感器 要依靠镜头来实现 足点组航的扫描 推扫式与它有显著的区别 我们前面提到的欧洲的Centennial 2 卫星所搭载的多光谱扫描仪 MSI就是一个推扫式的传感器 我们以它为例来讲解 推扫式扫描成像传感器的工作方式 请看右边的视频 在卫星向前行进的过程中 在筍间得到一条图像线 利用平台的行进 波段形成空间无缝的许多的图像线 从而获得二维的牙杆图像 这就像我们扫地一样 向前推动扫把 就可以很快打扫完一片区域 那么传感器是如何获得一条图像线的呢 这就需要将探测器按垂直于行进方向 进行阵列式的排列 以这些探测器来感应地面的响应 这里列举了部分推扫式扫描传感器 例如Spot卫星上搭载的 高分辨率可见光扫描仪HRV 我国环境卫星上的CCD传感器 欧洲Sentennial 3卫星的 海洋与陆地成像仪OLCI 以及Nanisus 8的陆地成像仪OALI 和热红外传感器Tires 推扫式扫描传感器的核心部件是探测器 一般采用电荷偶合器件CCD 我们在前面的知识点中也提到过 CCD是一种集成电路 可以将入射的电磁波信号 转换为数字信号 制作CCD的材料不同 它的响应波段也有差异 CCD上面有许多排列整齐的探测单元 称为光明圆 它的体积非常小 对应图像的像素或者叫像源 CCD又分为线正CCD和面正CCD 线正CCD是在一瞬间形成一条图像线 面正CCD则是形成一幅二维图像 推扫式扫卖传感器也有损失市场角和总市场角 大家请看右图 我们以一个限制CCD为例 限制CCD上每一个光明圆 对应每一个损失市场角 IFOV 也就是对应着地面上每个分辨率单元 一列光明圆就对应总市场角 因此如果光明圆越多 摇杆图像的空间分辨率就越高 学习了推扫式扫描成像 请大家思考 它相对于光机扫描有哪些特点呢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优点 首先光机扫描需要组点扫描 而线正式的推扫式扫描 直接形成一条图像线 因此推扫式扫描传感器的每个探测单元 对每个地面单元的停留时间要长一些 响应的时间更长 就有助于充分获得来自地面单元的电磁波能量 极高其性造比 得到更好的空间分辨率和辐射分辨率 其次推扫式扫描传感器的生产阶段 每个探测单元均已经排列好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 因此它获得的图像几何完整性比较好 而光机扫描传感器 扫描镜的速度如果产生变化的话 就会使得获得的图像几何完整性降低 第三推扫式扫描传感器的CCD 它是很小的集成电路 因此它可以做到体积小 重量轻然后低 第四推扫式扫描传感器 它没有光机扫描传感器那样的机械运动部件 因此它的稳定性更好 可靠性更高 寿命可以更长 当然推扫式扫描 它也存在一些缺点 例如如果探测器元件之间 灵运度存在差异 就会导致摇杆图像 产生带状噪声 需要进行校准 其次 CCD的光不响应 除了集中在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范围 在其他的光谱范围内存在局限 第三推扫式扫描传感器的总市场 一般不如光机扫描传感器 在前面的知识点中 我们提及了一些摇杆传感器 例如专体制图ETM ETM Plus OLI MSI等 它们的波段是十分有限的 我们称之为多光谱传感器 利用这一类传感器开展多光谱遥感 我们总结一下 它的特点就是 波段数量少 波段比较宽 波段之间的间隔比较大 因此 在用于地物要识别 特别是希望通过光谱 来识别地物的组成成分的时候 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随着微电子探测技术 精密光学仪器 计算机技术等的发展 高光谱就阴运而生了 相对于高光谱遥感 高光谱遥感具有显著的特点 例如波段数量多 从数十个到数百个不等 波段比较窄 波段之间间隔比较小 乃至没有间隔 对于遥感而言 技能成像 越能获得目标第五连续的光谱曲线 即实现图符合一 这种技术呢 就称为成像光谱技术 按照这种原理制成的传感器 就称为成像光谱仪 大部分成像光谱仪在工作方式上 与前面讲到的光机扫描成像 和推扫式扫描成像 传感器有相似之处 例如线性探测器 加光机扫描型的成像光谱仪 面正探测器 加空间推扫型的成像光谱仪 此外呢 还有光谱扫描型 复利液变换成像光谱仪 光谱空间交叉扫描型 渐变绿光片成像光谱仪等 1983年 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 研制出第一台实验型的 航空成像光谱仪AIS-1 在1.2微米到2.4微米范围内 设置了128个波段 此后 美国 加拿大 德国 中国 日本 欧空局等 相继研制了 机载成像光谱仪和新载成像光谱仪 成像光谱仪在应用中 发挥出了巨大的潜力 典型的新载成像光谱仪 由美国TELO-ARCO卫星 所搭载的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Modis EO-1卫星的Hyperion 欧洲Emset的Maris 火把卫星的Kris 中国神州3号所搭载的Maris 风云3号卫星所搭载的Maris 环境卫星 EA卫星的高光谱仪像仪 以及新近的高峰5号可见光短波红外高光谱相机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TELO-ARCO卫星所搭载的Modis 在0.4微米到14.4微米范围内 共设置了36个波段 它的扫描宽度为2330公里 能够获取大量的陆地 大气 海洋信息 并且 它提供了数十种产品 已经在气候变化 生态环境 灾害监测等领域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查阅相关的学术资料 进行深述的了解 当然 同学们也要注意到 这里的Modis 与专门的成像光谱仪相比 它的光谱分辨率 并不是那么高 至此 我们完成了第四章 第三个知识点的学习 了解了扫描成像的传感器 在下一个知识点 我们将学习微波摇杆 与成像的内容 谢谢